今天凌晨12点多 高雄三明区包阳街移出三层楼的透天座 整栋起火燃烧 疑似出现了气爆 而且现场延烧隔壁三户造成了四位民众送医 一个人明显死亡 而送医民众当中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 全身90%的烧烫伤 还有10岁男童跟另外两人受到轻伤 不过在事发前几天 附近邻居就说了 这名60多岁男子情绪不太稳定 疑似是他引爆了瓦斯 后续被消防人员在防火上发现 目前送往医院抢救当中 巨大爆炸声响 烈焰火光烧的通红夹杂大量黑烟 大火烧个不停 我的天啊 烧到隔壁了 擅长浓浓烧焦味 眼前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火势不断延烧 吓坏附近居民 好可恶 我们也是 深夜暗火整栋透天措出现明显火烟 其中一二楼更是烧的一片漆黑 消防人员花两个小时扑灭火势 满地玻璃碎片 一旁还有三桶已经爆炸的瓦斯桶 而这场火疑似是有人引爆瓦斯 酿成气爆以外 19号凌晨12点多 高雄三明区包阳街 这栋三层楼高的透天措发生气爆 疑似是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 在自家一楼点燃瓦斯 造成自己全身有90%烧烫伤 送医抢救中 不过在意外发生前几天 附近邻居有说 这名男子的情绪就不太稳定 前天哪有在外面 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大吼大叫 大吼大叫 喝酒吗 没有喝酒 这种时候长期放旗友 对他长期放外面 他这上来混为 对对对 整个哄哄一直哄 那个伤者是在8号 那有大约890%的烧烫伤之后 从防火箱搜救出来 消防人货爆发现火事还延烧到隔壁三户 造成其中一位民众明显死亡 以及一名十岁小男孩和两名女子 受到轻伤送医治疗 消防人也持续搜索 现场是否还有受困民众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仍在调查厘清 谢谢庄岐医院 跟我说报道